据国家卫健委数据 截至4月20日 31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高达992例 为什么无症状感染者人数不断增加 当前中国是否面临疫情反弹风险 近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 王广发指出 无症状感染者数量增多 一是由于排查力度加大 二是对于无症状感染者的定义发生了变化 目前的无症状感染者指的是 病人检测核酸为阳性的同时没有出现症状 检测的时候没有症状 不表明它就是自身之中没有症状 只要处境潜伏肌 就大量的潜伏肌的病人就会纳入进来 这些人最终是要发病的 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看 真正的无症状感染者 也就是说它的疾病发病过程当中 自始至终没有症状 这个比例很低 比例大概也就不到3% 甚至不到1% 王广发强调 对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性的研究还很少 目前看来 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率较低 但仍需重视 核酸检测阳性的一般理论上 它是有传染性的 无症状感染者 它产生的病人不一定全都无症状 会产生症状以后 那它的复制数量又高了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问题呢 还是应该高度关注 高度提提 但是呢 单的来讲 症状越重 它排毒越多 排毒少的传染性就弱 当前一些地区专门设点 面向团体和个人 提供新冠肺炎病毒检测服务 对此 王广发表示 一般民众若只有轻微不适 或没有不适 不必特别担心 就是新冠肺炎病毒肺炎 首先呢 我们对它的准备 是一套标准 就是说流行病学史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呢 是有相应的临床的症状 别大多数的病人 是有临床症状的 比少数的人 没有临床症状 所以大家呢 可能不用特别担心 我们临床也绝对不会说 没有症状 我们就常规给人查一个 我们就特殊的人 王广发认为 目前中国疫情 主要面临的压力 还是来自海外输入病例 对于一些地区出现的 本土病例反弹现象 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但不必过于恐慌 每天那么多的入境人 人口 那么你最近做的这个摔查 当然也难免有漏网 说明我们的监测体系 还是比较敏感 就是说 有那么一个两个的病例 我们很快能想到 疫情暴露出来 反而是好事 如果有这么一个两个病例 然后它后续的 又没有运气设计的传播 这说明我们防处倒背了 我们需要更加精准的 有针对性的去防控 最后 王广发还提醒 面对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 依然不适宜 大规模前往某一地区 集中游玩 人群聚集依然要适度 保持社交距离依然必要 大家还是要 对这个疫情的防控 还是要提高防控的历史 因为疫情并没有完全的下去 我们国内是好多了 但是如果稍不注意 就会大规模的反弹 一旦知道自己有症状 或者周围的人有症状 要及时的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